第35届行政院文化奖得奖出炉 画面上您可以看到 是由知名的导演李行 国宝级作家钟赵正 以及古迹学者李前朗获奖 无论是在南港的平盖工厂 还是先前红点博物馆撤馆争议事件中 都能看到建筑学者李前朗的身影 在现场勘察细心为古迹看病 长期推广文化资产保存运动的他 在古迹修复和降义传承等领域 都具有显著的贡献和影响力 今年则获得行政院文化奖的肯定 主要的工作还是在写书 然后带一些热心的人士去看古迹 深入人心让他们知道说 我们台湾天灾人货已经够多了 所以谨慎的你要好好的保护 你不保护就没有了 那一个岛不能变成一个私益的岛 同样得到文化奖荣耀的 还有在电影圈奉献一甲子岁月的导演李行 他指导过50多部电影 拿下多做的金马奖 这几年斯安已经没有在导戏 仍一直努力开拓两岸电影的交流 有台湾文化之母美称的国宝级作家 中兆正 是台湾大和小说的开创者 大家熟悉的乳冰花 就是出自于他之手 过去曾经获得总统文化奖和国家文艺奖 这次中兆正已91岁高龄 再得到行政院文化奖 三位获奖者分别在电影 建筑和文学界 有卓越的成就 并致力于传承 在台湾文化上 都有难以取代的地位 记者蔡惠玲秋福才台北报道